这种布局我把它叫做蜂窝煤布局 后来有同学提醒我说 叫蜂巢布局是不是更好一点 我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 不管叫啥就这么个意思 做这种布局你只需要两分钟 多一分那都属于状态不好 写TML CSS一分钟 写G也是一分钟 咱们来做一做非常简单 首先我们需要在页面上准备好元素 就来个容器 然后这个布局里边有很多行 第一行第二行有很多行 每一行是一个line 然后我们先来个三行 每一行里边又有很多的元素 这个元素我就用DMV item 有多少个元素我比方说有十个 其实有多少个你自己看得来都无所谓的 那么至于说这个元素里边装啥 装图片也可以 装文字也可以 装啥都可以 咱们先生存出来 元素结构写完了 这个过程大概就几秒钟 然后到CC里面去 目前是没啥样式的 我这里使用SARS 因为SARS写的快一点 然后我们首先要确定的就是 每一个元素的尺寸 先不要去搞它那种形状 形状一会再说 它尺寸是多少宽高一致 那么这个尺寸最好去算一算 现在是一行十个元素 这十个元素要排满 要排满的话 那么就可以计算出每个元素的尺寸是多少 所以这里我们用两个SARS变量 一个是每一行的数量 然后另一个是尺寸 尺寸怎么在算呢 无非就是一个室口宽度除一个数量 对吧 那不就是每一个的尺寸了吗 刚好一行成 所以有了这两个变量之后 我们就可以去设置每一个元素的宽高 宽高都是这个size 为了让朋友看得清楚 我可以给它一个背景颜色 来个啥呢 就来个黑色吧 保存你看一下 目前长这个样子 为啥呢 因为它是纵向排列的 所以我得让它横向排列 因此去动它的负元素 把它编成弹性核 不就横向排列了吗 保存看一下 就横向排列了 那为什么还是连成一片呢 因为它现在只能连成一片 它还能怎么办呢 它又没有空气 那为了让你们看得清楚 我可以给它加上一个外边框 两个像素 solid红色 看一下对吧 就排出来了 然后接下来就是形状了 它的形状不是一个规规矩矩的矩形 而是一个六边形 你看一下 也就是说我们要针对这个元素 做一个六边形的裁件 那具体怎么裁件呢 我们可以利用一个属性 叫做Clip Pass 那具体写啥呢 我们可以借助一个工具 就是这个网站 它可以帮你生成这个裁件的结果 你看它可以裁件各种形状 那我这里呢 要裁件的是一个六边形 那就把这个代码复制一下就完事了 它是个多边形复制 粘贴过来 保存你看一下 于是呢 就裁件成了一个多边形了 现在这个边框可以不要了 好裁件完了过后呢 你会发现横向上 它还是挨得太紧了 那么不要挨得这么紧呢 那简单 那你在裁件的时候呢 稍微往回缩一点 对吧 这边也缩一点 这边也缩一点 这样子呢既好看 也有了空隙 所以呢 我们在裁件的结果里边 稍微动一下 横坐标就不要到100%了 到95%就可以了 这里也是一样 而且横坐标的起点呢 也不是0% 5% 这样子呢 就留了一点空隙了 看一下啊 空隙就出来了 然后接下来就是错位了 我们得搞出隔行错位的效果 然后第一行我不动 我动什么呢 动第二行 第四行 第六行 横向平移吗 要不往左边移 要不往右边移 对吧 所以呢 我们针对这个line啊 来一个ntgchild event 偶数 偶数行呢 来一个偏移啊 错位 错位是横向平移 横向平移呢 可以往左边移 也可以往右边移 比方说往右边移吧 右边移的话 这里就是正数 那移多少呢 那你看吧 能移多少呢 这边移动一个深微的一半 对吧 尺寸的一半 所以呢 来一个size除以二 保存 好看一下 是不是平移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多想一个问题啊 就是到底是往左边移好呢 还是往右边移好 看上去的都差不多 但是这里边还是有区别的 如果说你是往右边移的话 它会是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左边会空出来 左边空出来是不好办的 为啥说不好办呢 因为啊 这个解决空位的问题呢 我们有一种方式 就是给它加一个元素 但是如果说是左边空位的话 你在头部去加一个元素 能起效果吗 这不能起效果 因为头部去加一个元素 还不是排列在这 对吧 还是从这里开始排列的 所以呢 往右边移呢 这一点不是很好办 但是往左边移就不一样了 那如果说往左边移 保存你看一下 那就是这边是空位 那到时候如果说 我要加一个元素的话 如果加在末尾就可以了 对吧 因为它的排列方向 是从左到右排列 所以说它在末尾 它就会排列到这个位置 因此呢 这里最好是往左边移 好 那么至于说 后边怎么来处理 这个空位的问题 我一会再说 然后接下来就是 垂直的间隔了 你会发现这样子一错位 垂直间隔就太大了 那怎么办呢 那也简单 我们来一个统一的 margin top为负数 负多少呢 你自己看着来吧 比方说负16个像素 保存你看一下 好像这个空位就解决了 是吧 它们有一个向上重叠 但是这样解决真的好吗 因为你现在错位的时候 写的是一个固定的值 而这个元素的尺寸 是一个相对的值 会导致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目前看上去还是好好的 但是呢 你只要改变这个室口大小 它就会改变这个元素的尺寸 那你这个错位看上去 就出了问题了 看到没 所以你这个错位的值 它还不能是一个绝对值 而是一个相对值 也就是说这个错位的值呢 要根据你元素的尺寸来算出来 那具体怎么算呢 其实你就试着来就完事了 比方负的size除一个3 保存你看一下 错位太多了是吧 那就除一个6 保存看一下 好像差不多了 然后再移动看一下 这样子呢 它会随着元素的尺寸 这个错位的值呢 会有所变化 这样子就万无一失了 所以开发的时候呢 其实还是有很多细节 要去在意的 你多想一想 提前发现这些潜在的问题 可以为你将来省不少的心 解决问题的最好方式是啥 就是不要让问题发生 要有预判问题的能力 那就一定要来看一看我的大师课 这个课程呢 是完全免费的 来临去完事了 但是它虽然免费 没有价格 但它的价值 一定超过你以往看过的所有课程 无论是里边讲的任何内容 像什么世界循环 牛载器的渲染原力 框架的原力 圆码优化 以及大量的笔面试题 讲解的深度 可以说任何一个拿出来 都能够让你离真正的高薪 跨进一大步 学完这些内容呢 不用我说 你自己都能感觉到 这些三四十万的年薪 也不是那么遥不可及 就是如果说 你天天看原老师的短视频 都觉得有帮助的话 那么大师课给你的帮助 超过我所有的短视频 因为那是体系内的知识 是这些零散的知识 也不能比的 所以还没领导的同学 加屏幕上方的称号 找我的小助理 按照提示 领取即可 好 接下来我们就要解决 这个空隙的问题了 这空隙的问题咋解决 有两种办法 第一种办法就是补元素 这个补元素 可以在一天面里边 如果说是静态的 那么针对那些偶数行 去增加一个元素在这里 比如像这里 增加一个元素 那么只要把元素一补上 就完事了 第二种做法 就是不补元素 而使用什么呢 而使用这里减少元素 我这里预设的是 每一行显示十个 所以它的尺寸 是根据十个算出来的 但如果说我减少一个 你怎么问一下 如果说我减少一个 是不是根据九个元素 来算尺寸 那么是不是每个元素的尺寸 就会变大 就会把其中一个元素 给挤出去 那是不是就变相的 这些弹性箱排不下 排不下呢 它会有压缩 那我让它不要压缩就完事了 来一个flakes shrink 把试为零 这也都简单是吧 保存看一下 对吧就排掉好了 每一行就变成九个了 当然这样做呢 会有一个问题 就像那种错位的行呢 没问题 都是显示完整的十个 但是呢 没有错位的行 它就少了一个元素了 捏换一个元素被挤出去了 看不见了 就看这个问题 你再不再议了 如果说你再议这个问题的话 那就劳劳实实的 去增加元素 经态度呢 就在at面里面去动 东态度呢 就在界势里面去动 这些都是小事 总是能搞定 好 那么现在呢 这个风潮布局就完事了 那就把它铺满呗 对吧 我就拿着去弄了 那么剩下的 像什么界势的 这种交互效果呢 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我也拿着讲了 就是做一个鼠标移入事件 把它放大 然后呢 把它周围的缩小 就完事了 那么如何找到周围的 其实非常简单 因为你现在看到的是 错位过后的 你把它不错位的时候 你可以非常清楚的知道 那周围到底是哪些元素 好了 就没啥了 就风光没布局